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装图件的工作都是在这个界面里完成的 如果你都见到现在这个画面 你可以正式跟着我开始做 过程都几溜不过不复杂 跟着做好快就完成了 第一件事就是要在NAS 里面开一个叫做Puppet Share Folder 在哪里开呢? 在这里开 里面有一个控制台 即是Control Panel 然后你就选了这个共用资料夹 里面就新增 名称就是Puppet 记得一定要全世界 我把权权都松出来了 OK 现在你见到 现在就有一个新的Folder 就是Puppet 这个Fire Station里面也都可以很清楚见到 它是有两个Folder的 接着第二部份要怎样做呢? 请去这个 Java 的官方网站 你进去这个网站 就需要登记的 要登记的 登记了之后 你进入到来 你就要进去 见到这里有一堆的 一堆的 的材料 哪一个材料才是真呢? 你先点了Accept License Agreement 那 Login 了 Login 了进来这里之后 你就要下载的就是 这个 这个 第四个 是 32MB 那你就 跟着你要做的东西呢? 下载了 这个就是正式的Java 来的 下载了 下载了之后 跟着 下载了 31.6MB 那你将它放在哪里呢? 你就要将它放在 你刚才那个Pubbit那里 那你在网络里面可以找得到 就是这个 好了 放好了 跟着呢 我们呢 就回到 Sentology 这里 见到 这个档案呢 已经刚才起 Java 官方网站 下载了在 Lars Pubbit 的 Folder 里面 好了 去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呢? OK 没问题就要继续了 先关掉 跟着要做的第二件事呢 就是要 安装这个 Java 套件 我们就去这个套件中心 这样 套件中心里面 基本上就有大量的套件给你们用的 无论你的Lars 想怎么用到呢? 你根据你的需要安装适合套件呢? 你的Lars 就会有增值功能的 不过这么多真正功能 眼睛就没有这个Java 所以要自己搞 OK 怎么搞呢? 就是在这个设定里面 套件来源 按新增 你是需要进入一个网址的 是什么网址呢? 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会和你 协调一下 来安装这个 套件的 网址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 packages.pcloadletter.co.uk 按确定 再按确定 你会见到这里多了个社群的items 好了 跟着这个就是 其他的套件可以安装在这部Nars 上面 你会见到有 Java 的第六 以及第七 特别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你的Nars 是用Intel CPU 的话 你一定要用回第六 因为第七 不知为什么 没有分 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了这个 不是Intel CPU 的话 你就可以用第七 究竟你是自己用哪一个 Nars 用什么的CPU 在Synology 官方网站 是不会告诉你 所以你需要进入一个 Synology 的 forum Polim 里面 他就会有 详细的介绍 例如我 就真是 真是 只是用着 DS 2.2 212J 就是用着 这个Marvin 的 CPU 这样 所以就可以安装第七 和安装 就会直接去回刚才 Nars 里面的Pupti 的Folder 拿回各个Drapper 套件 来做安装 好了 你已经见到 正式已经安装了 完成了一样东西 去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金字兰 offered